台股狂殺千點 接下來該勇敢放空 關鍵就在廢城半導體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紀人士 我是萬倫 接下來讓我們來歡迎 華信投股邱婷太老師 萬倫你好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 現在美股台股狂殺 那接下來是不是真的崩盤了 要勇敢放空呢 這個當然 你要先確定是不是空投 確定的話你慢慢來空 經濟衰退 經濟要成長不會是一天兩天 真的要衰退的話 美國的升級等等是導致的經濟衰退 也不會是一天兩天 所以你不用急 先把股票上等做一個確定 前段時間我一直跟他講 你做短也做短一點 那我們來說哪一些東西是可以做確定的 第一個 這是稻球工業指數 實際上稻球工業指數 從高漲回漲到這邊才12.6%而已 那今年最多也不過跌 6月份跌到只有大概19%左右 可是中午狂殺千點 對對對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真的是空投的話以往的 其實 投票你要知道股市沒有永遠的多投 有長線多投就有長線大空投 那長線多投是時間就一到兩年左右 那空投那個幅度大概就跌五成以上 你看道雄有沒有跌過五成 今年沒有啊 你看那個高漲不是只有19% 所以空間還很大 那高盛有這個警示你稍微把我們文字 去數看一下我唸給大家聽 第一個比特幣大跌 禮拜五比特幣跌破2萬元對不對 比特幣是個重點 第二美元指數續談 剛就在剛才我們來做上節目的時候 等一下你看我們美元指數印的時候 還沒有創新高 就在我們剛才來印的時候 來的時候我看創新高了 那美元指數強外資就會撤台安 這是要規定的 資金就要跑到美國去啦 那大家資金都回去美國 不見得會讓美國股市大漲喔 因為他會跑去做避險有的沒有的 或者純粹回去賺匯率而已 最慘的可能是亞洲市場上這些通膨高的國家 好那這個公債殖利率上漲 這個因為禮拜五他並沒有明顯的上漲 在3左右 那防疫群的個股這還好 因為麥當勞這稍微再整理一下 美國的估值過高 最主要科技股的估值過高 本利比過高的意思 好我們先來看幾個重點 第一個那斯達克你看看 你看我們這底下有寫的 快看他圈圈的地方有沒有 有 這不能跌破這個圈圈的位置 不是跌破低點喔 不能跌破圈圈的位置 來看一下喔 你看倍半喔 有沒有很接近 你注意看那個圈圈啊 你看一下是不是2、27、54 他是不是收在2798差多少 非常的接近 差大概四十幾點 不要再一%多 那今天晚上搞不好就跌破了 所以這個跌破的話 倍半的這個小眾市場 那個這個 那斯達克是中中市場 然後大眾市場就是道瓊 對 那這個會一個影響一個 一起科技股 所以我說關鍵在倍半 倍半不能跌破那個位置喔 那9月底如果一直在2754底下的話 大眾市場就跌破了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賣手 讓它持股開始做空啦 好那我看一下美元 我剛才說過以創新高 對 我把它打上去以創新高 創新高就是外資會撤啦 那比特幣跌破2萬 對 這個都不好 比特幣的1萬7不能破 那就是中長空再出浮現了 那比特幣又會影響到什麼樣的個股 科技股 因為最主要是科技股 因為倍半就影響科技股 是 所以我們再來看喔 你看英特爾就跌到5年低點了 我跟大家英特爾是那個費城半導體第三種全種股 因為它是老股票了 這幾年跌的比較深的話 它全值慢慢縮小 那我跟大家講 英特爾我從來沒看過英特爾 跌然後肺半漲的 我沒有看過 那我也沒看過說肺半不怎麼樣或者往下跌到台積電能夠大漲的 所以英特爾肺半跟台積電其實是互相變動的 那台積電如果不漲的話那台股指數就不怎麼樣了 這樣合理的推論吧 那再看一下 伊北電這一段時間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窄板 窄板是台灣 亞洲股市 包括台灣台北股市很重要的族群 因為它是電子科技股的 它是屬於PCP演化過來的 PCP叫做 印刷電路板叫做 科技之母 星光電工也是這樣子 那就要做 瑞薩半導演影響我們的IC設計 所以你不要被今天台上IC設計及其檔股票所影響 真的要看的是聯發科這種股票 對 那至於我們台北股市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來看台積電 富國神商 你看這個就不怎麼樣了 你問一下 我最拿這個是跟英特爾做比較 再看聯電跟英特爾做比較 南電就是我剛剛講的 伊肥電 還有這個 星星清光電工 還有景碩 景碩今天破底了 景碩破底了 所以這個你只要掌握這個 你看我們節目就稍微把它記一下 表示說現在的情況並不是 大家想像的這麼好 你說低 今天好像還好跌 沒有什麼叫還好跌 300點也是很多 如果一口氣幾天跌個1000點2000點 沒事 就把你慢慢的溫水煮青蛙 好 再來看 剛才講到瑞薩 瑞薩是全世界最大的 MCU 微控制器 對不對 那新唐 他如果再跌的話 新唐就有的跌了 那新唐又簽到IC設計 自圓 有沒有 自圓 你要看到 好像K線收紅棒 事實上如果 瑞薩再跌事情就大條 剛才講到IC設計才是真正的重點 所以聯巴格的角色也是很奇怪 就整個都被半導體所影響 所以我一直強調 半導體的廢半才是主導 那半導體的2754廢半那個位置 千萬不能跌破 那最後一個當然是大力光 大力光講的就是蘋果 那我今天 雖然因為蘋果酸菜才高檔 所以我們有機會就把蘋果的圖形印給大家看 沒關係啦 你就看我那個台股新攻略 我每天都有台股新攻略 至於台股新攻略這個節目每天都有 那個新是三個金 公司那個什麼 郑國城不是什麼攻略 全民新攻略是 攻略那個攻略 所以 歡迎投資朋友鎖定我的台股新攻略 要多厚要空 會決定告訴你 那記得加入老生 Like a Paragraph 財經紀人士我們下回再會 拜拜 你是否還在彷徨 面對人生許多選擇 卻無能為力 每天通勤時間都在思考 日以繼夜工作是為生存 還是為生活 你值得一個更高效的方式 加值你的人生 9月4號星期天 Jewi Hotel 女任新時代論壇 邀請四位跨時代女性 台灣第一位 極地旅遊探險員 陳千華 白吻巴黎行動藝術家 兩性作家 楊雅琴 還有陽光福特家 創辦人 陳惠平 禁讀五郎 鄭伊林 暢談追夢竹夢 家庭平衡 職場與領導學 名額有限 趕快掃QR 過報名吧 現在報名還有 金美首帳 金油貨幣盒 讓我們邁向更自信美好的自己 MINGLY MINGLY